佛法就是希望能够接近到对方 那各位一定要记住 尽管我们学佛不管什么法门 对方都是我们的亲人父母 你怎么样对他有所帮助 那就我来讲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跟他站在一起 我们现在就在印尼 我们的亲人就得到了疫情 甚至往生了 我们要感受到他们的这种逼迫痛苦 然后一起大家来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这个是最主要 而不是说师父你讲了对不对 对对方有没有帮忙 这个不要太有分别 我想今天一个小孩子跌倒了 爸爸妈妈叫你走路小心一点 那阿嬷不一样 阿嬷不会说孙子错 先抱起来才说 呼一呼呼一呼 没事了不要哭啊 阿嬷带你去吃冰激凌 阿嬷这个就是佛法了 所以我想各位 那我们学了佛 我们没有高深浅 就是说我们愿意陪着对方受苦 抱着对方 然后呢 做一些你自己做得到的安慰的语言或行为 那就对了 好不好啊 但是就很忌讳一点 忌讳什么 就是不太关心 离我无关 心里不会有一点触动 如果是你的爱人亲人 生病了 哇你一直打电话 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就是一种 一种悲心 但是这个是有限的 我们要修的是大慈大悲 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 那各位就一定要去感受到对方的苦 就像刚刚你接到新加坡的电话 我们接到印尼的电话 还有我们本地的 那他的问题都变成我们 所以我想各位这个合为一体 然后一起来祈求佛菩萨的加持 这个最重要 这个一起祈求 所谓祈求佛菩萨可以让你无我不会骄傲 也不会自卑 哎呀我我我没有修行了 我不懂佛法了 这个不用谈这个 因为佛菩萨就像阳光 他你你有没有 不管你什么阳光普照一切 时间到他就是普照 而且阳光是24小时分分秒秒都在普照 就像每一个诸佛菩萨祖师 对我们都一样 所以你只要相信佛菩萨 或是各种宗教都相信他的神 他的主 我们都内心随喜 各位在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这个世界有了疫情以后 那有信仰者 那总是有福报的 这个时候你再不要去说 他不是学佛者 你不可能去改变这个事实 但是你跟他站在一起 他祈祷神 我们也希望他的神加持他 我们也更希望我们的功德 供养他更重要是我们的佛菩萨也来帮助他 佛菩萨是是没有分别的爱 各位在记住要佛陀的佛法的精髓是什么 爱和平慈悲 这个和平就是一种 这个世界现在最需要 空性 平等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所以不分众生 像人跟动物都要和平 现在这个世界 大家科技越进步 越竞争 越对立 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一个 一个所谓 你是一个佛教徒 你必须从你的思想 人格行为 表现出爱 爱就是我要给你快乐 和平 你跟我一样 平等的 没有高低 对立的 慈悲 我要让你就近解脱 成佛 承担你的痛苦 希望大家把它背起来 爱 和平 慈悲 是释迦摩尼佛 每一个诸佛教法的精髓 虽然嘴巴在讲 那现在我要讲的是 我们要展现这种态度 心态 这跟你 有没有读书 都没有关系 这么说 比较快 因为爱 和平 慈悲 所以不吃肉 吃素 不是光为了一个健康 因为爱 因为和平 因为慈悲 我不愿意对方痛苦 这是和平 所以我想 读书也好 经营事业也好 管理 部门也好 大家都以这样子的 佛陀的心 为动机 然后去做 先让佛法 让大家 接受 入心 进一步 他就可以开始了解 学佛的次第 经典浩瀚 不可思议 他就 升起一个 广大的 菩提心 讲菩提心 他只是一个 笼统的名字 但是菩提心 是个次第 要 要 变来处 那 他愿意去研究 最好 但是研究 不是光在研究 是为了爱 和平 慈悲的行动 所以我想 在这一点 我们大家 一起努力 这最重要啦 所以 那 我做一个比喻 这样就好了 有一个小男生 他天天喜欢修行 念佛 念佛 甚至偶尔吃素 但是有时候 他爸爸跟他 讲话的时候 他会顶嘴 他老爸讲了一句 非常好的话 念佛 念佛就不要顺气 叫做念佛 你看开不开悟 今天你 你已经在修行了 每行名 挂个念珠 你还在骂人生气 那你没有在念佛嘛 所以 他爸爸天天地盯着他 说 你不是在念佛 念佛还骂人吗 背后还骂我吗 那这个人哪有在念佛呢 他把佛法当做麻醉剂啊 心情不好就拿来念一念啊 看会不会发财啊 心情好一点啊 但是 对待别人 他就没有 该有的尊敬心 各位 爸爸妈妈 是真正对我们 大恩 没有办法形容的 这个经典说 你背着爸爸妈妈 跑地球几百圈 永远背在肩上 都没办法报父母恩的 没有办法报父母恩的 所以千万不要让你的父母说 你学佛还比我还凶 还这么凶 你学佛干嘛 所以各位 一样 你做人家太太 你做人家先生 你做人家兄弟 你跟其他的佛教徒在一起 或其他宗教 你凶骂人 眼神不好 脸色不好 那你就伤害到佛法 伤害到佛教 所以 期望各位啊 虽然解脱叫 叫我们不要照镜子 菩萨道教 我们天天照镜子 为什么 我有没有在笑啊 我有没有表现一副 很慈祥的样子啊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啊 你如果接近所谓的善知识 你就问他 你看我讲话的态度可以 我待人处事 面对痛苦的 这个心态 对不对 我这样做这个事情 好不好 特别去人际关系 为什么在道场里面啊 大家就在一起 不分在家出家 一起做事 那你跟人家意见不一样 跟人家冲突 跟人家格格不入 这个问题就来了 所以 那么在这一点 那希望 大家都能够注意 注意 现在就是 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融入于对方 每个人都 找到这个方法 去关心对方 但是我刚刚讲到了 脾气不好 爱骂人 欲望很强 贪这个玩 或是吃 这些 大家把它改变了 改变了 百病捐处 佛法就是这样 佛法是 所有百千万种 病因烦恼的因缘是什么 你从这个基本上 就像你把 水库把水源 关掉后面都没水 都不会淹水了 不是去关哪一个 佛法是如此的 根源就是 我们的基本的心态 没有贪嗔痴 只有一个善良 温柔 慈悲 这样就好了 所以各位 那现在 好像网路又 出了一点问题了 是吧 因为太多人 如果要打电话了 然后 我们该做的 就是继续的 一直用佛法 佛法 来转化自己的内心 然后让内心产生佛法之光 力量 那这个力量 百千万种的烦恼 恶业就像黑暗 一灯能灭 你知道吧 不是针对说 那个那个那个 所以一个 一个修 忍入悲心的人 到了那个国家 整个国家就改变了 就像 释迦摩尼佛 投胎 来摩耶夫人的 肚子里面 整个什么样的病 都没有了 所以佛母 只要走到哪里 然后任何的病 痛苦都没有了 所以现在 重点是 大家要开心 要欢喜 然后 从你周遭开始做起 我认为 疫情时间 让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跟家里的人相处 那你不能去 家里的人 这是我们的 宿式的姻缘 家庭就是到场 那家里的人 你要去影响对方 最好的方法 不是就跟他讲 你要怎么办 大家都是聪明人 是 你把他做好 我常常讲 你要改变对方 双方都来都去 你改变了 他就改变了 这佛法 这佛法的根源 就是如此 所以 心清静 则 众生 就是对方 清静 心清静 世界 清静 大家清静 那 所以我们今天 大概就会谈到 这个地方 那很多 因为网络 有问题了 是吧 因为大概最近 大家都在上网 然后 我也是用网络 大概最近 这边网络比较紧了 大家就卡住了 然后就像有时候 在家里看网络 电视新闻 就太多人看了 然后他就停掉了 那没有关系 然后 希望我最后 我来回向 然后我们大家 来 发大愿 同享各种的功德 然后 我们希望 有更多时间 大家如果喜欢聊天 以后 如果有时间吧 可以用 做比较多的交流 他就不用一幕了 大家就是 聊来聊去 聊来聊去 听说还可以好几个人 一起聊天的方法 也是个方法 然后 当然 我的想法 就是说 不管跟谁 一个也好 十个也好 然后 就会 大家互相关心 也能够 互相体贴对方 这最重要 然后 今天所讲的片子 会 上到YouTube 放到播客 然后这样就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 回向 圆满今天的各项 功德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 是从恩 下祭 三土苦 若有 见闻者 西发 菩提心 尽此 一报生 同生 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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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念一下 观音菩萨 大家都生起爱 和平 慈悲 愿世界 每个角落 每个众生 都是在这样子 宁静 空性 充满爱 来是帮助众生的力量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家明天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